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办公室里 他读完电报 笑眯眯地在电报上签了字 放下笔 站起身 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轻快地踱步 嘴里还念念有词 计算机 计算机 这封电报究竟写着什么 能让聂帅如此高兴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由龚胜辉所著的中国超算 银河 天河的故事 让我们把时间回播到1959年 来读一读那封电报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封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也就是哈军工的集电 聂荣真元帅在接到电报后 朗朗有声地念叨 报聂总 黄总长 陈副总长 海思萧苏首长 海军工程系自行设计 自行试制的 331型建用数字电子计算机 经三个月苦战已于28日完成 经检验算题证明成品完全符合要求 该机如装到我舰和潜艇上 将会很大的提高战斗力 特电报节 军事工程学院谢尤法刘居英 9月30日 读完电报的聂帅笑眯眯地在电报上签了字 然后对身旁的秘书说 好啊 军工给国庆节送来一份大礼 快把电报给黄总长和陈副总长送过去 说完 他就坐到了椅子上 手指轻快地弹着扶手 嘴里还哼着四川小调 这封电报为什么会成为国庆节的大礼 而里面提到的这个计算机又和战斗力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新中国成立之初 根据国家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人民海军重点发展海军航空兵潜艇和鱼雷快艇 也就是说 当时鱼雷快艇是人民海军的主力装备之一 而当时的鱼雷快艇是从苏联进口的 它的鱼雷发射瞄准仪是一个机械式的三角杆 只能用肉眼瞄准目标 但是 这种瞄准方法在航速极快颠簸剧烈的鱼雷快艇上 是难以稳定精准的 我军的鱼雷快艇要想实现全天候作战 就必须尽快研制出鱼雷快艇指挥仪 有了它 鱼雷手只需要根据这些参数来发射鱼雷 就可以精准的命中目标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无论是雾天还是雨天 也无论敌舰的行踪有多么诡秘 只要你敢来侵犯 我见官兵就定能发现目标 第一时间将其埋葬海底 鱼雷快艇指挥仪 当时那可是国际先进军事技术 别说世界军事强国对华实行禁运 就连苏联老大哥都把它捂得紧紧的 设计图纸都不让中国人看 一切都必须自己去摸索 去创造 海军司令部就将研制鱼雷快艇指挥仪的重担 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也就是当时的哈军工 而鱼雷快艇指挥仪 也就成了中国第一台专用数字计算机 开头咱们提到的那封集电里面说的 以此有数据吩打漫军事工程 笑容 如果有请请请不吝点赞 注文 阡务必须的评论 就有权误一分钟 今天我们下温军事工程师 这一谷员是火队原来 是火队原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虽然搞科研不像打仗那样 凭着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的气势 把枪一端 头一低 一鼓作气就能冲上制高点 但是我们可以像攀登悬崖那样 虽然很难 但是只要找准了路径 就可以抠着盐缝往上爬 终于会攀到山顶 于是 901总负责人慈云贵 研制小组组长柳克俊 指导员胡守仁和大家一块 一手拿着书本 一手拿着万能表 边学边干 一步一步的就这样攀登悬崖 科研啊 有点像机生弹 要想有弹 您首先得有机 现在 研制小组渴望得到 901电子管专用计算机这枚弹 但是却没有机 也就是实验室 科研设备 原材料 所有这些都一无所有 于是 没有实验室 他们就借用系里的雷达实验室 开辟了这场攻坚战的第一块根据地 有了这第一块根据地 慈云贵他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研制工作 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实验室 食堂 宿舍 这是他们一日生活的所有空间 9月28号凌晨 901攻坚战最后一役 拉开了序幕 数十双眼睛都紧盯着输出系统 不久 打印机支支支地响了起来 拿着打印纸仔细比对之后 慈云贵高声宣布 计算结果全部正确 我国自己设计研制的第一台电子管 专用数字计算机终于诞生了 大家欢呼雀跃 尽情相拥 热泪盈眶 作为中国第一台电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的总负责人 慈云贵 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台一次巨型计算机 银河一号的总设计师 第一台百万次级集成电路计算机总设计师 中国第一套建用雷达和声纳总设计师 中国巨型机之父 在今天的故事中 慈云贵的第一个第一 就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速度 看到了在艰难道路上 为中国速度拼搏的科研工作者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